欢迎来到晨星迪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键关注频道 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小八卦 王一博 王家二 迪力热巴 杨超越 一 任嘉伦 任嘉伦和贝贝的暮色已经官宣 他现在是比较擅长戏剧的类型 所以资助方也很喜欢用他 加他 路上的人员也很好 队伍目前还很有力量 和宋总儿的戏 他也很重视 随后又谈到了另一个现眼 二 周也 周也是现在95朵花中还在上升的人 但是颜值几乎是公认的95朵花 他的公司很重视他 但现在没有特别站稳脚跟的作品 缺少爆炸剧 和谈剑刺的剧 额那边布置了新的花 但他还有计划 侯明昊的护心和马上就来了 三 刘洛然 刘平然和周东宇现在对于恋爱关系的问题 再也不应对了 但是两人还有两台库存 也没有上映 所以两边都避免和对方宣传 他自己的路人员还可以 但接下来有综艺硬汉修炼剂 邀请他常驻 四 每日热巴 迪热巴和同大的公宿精英的新的片花出来了 据具体会怎么样还取决于播出后的效果 他非常珍惜这部剧 他是目前商业价值最高的女艺人之一 之后的生意也很好 龚俊主演的《安乐传》正在播出 最早也要今年年底了 迪丽热巴新发型 被潮衰老感太浓 第一眼没认出是热巴 迪丽热巴是很多网友的女神 颜值和气质都是粉丝们经常夸赞的 出道这么多年各种夸赞她的话都有 不管是参加活动 还是演戏 还有出席活动 每一次出镜都是不一样的状态和风格 造型多变发型多变 虽然是长发 但几乎每次的设计都不一样 都会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热巴最近的视频截图 只是一个近距离的录制短视频 镜头中她穿的是暗色的上衣 发型是很少见的黑长直 这是她很少出竟会有的形象 直刘海倒是在她分享过的生活 照中看到过过眉的刘海 黑长直的发型和暗色的衣服 把面部的状态展现得非常清晰 但看起来好像有些奇怪 发型的原因把热巴的脸呈现得特别长 脸上的肤色太白 嘴唇特别红 脸型显得又很长 看起来确实有些奇怪 被网友说衰老感很浓 第一眼都没有认出来是她 像是一个网红 也像是机器人的感觉 但其实就是因为发型的原因 新发型让她整日的状态 看起来不是很自然 从热巴的这个发型就能看出 每次设计造型对明星来说多重要 发型做得不好 会影响整个人的气场 有粉丝说热巴是戴的假刘海 所以显得不是很自然 也影响了她平时呈现出的那种美感 平时出镜时热巴都是被关注的焦点 总是一股仙女下凡的气场 优雅高贵的不像凡人 看到她比较真实接地气的形象 都会觉得不是她 热巴一直被营造的气质就是不接地气的 所以当看到她比较真实的状态 与她平时高级感的造型相比 差距会比较大 这只是因为发型和造型的原因罢了 热巴漂亮是真的 但也是个人 总是要有接地气的时候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您觉得此视频有用 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观看 我们的陈兴频道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新闻视频 供您选择欣赏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